扫哪里不好意思啊我只收现金 嗯 谢谢 找小偷啊我小偷啊 我不是小偷我是虾子是吧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算我倒霉 算我倒霉哎 要不我的花免费送你吧哎哎 没事吧 没事你人真好嗯还在生气呢 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只小鸭鸭在排队 他想跟前面的鸭鸭对齐但是怎么都对不起 他就低估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我请你吃饭吧不用 大花十块钱小花五块钱 那来个小的吧 你又来了 你不用钱我送你这怎么行 你每天都来帮称我的生意送你一朵花 怎么了今天卖完了提前收工 你人这么好肯定很多人喜欢吧 无业游民谁会喜欢 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啊 天天做手术啊 等我治好了眼睛 我就去星辰传媒应聘设计师 哦对了 这是我的护身符送给你 我挺好运的我相信他也能给你带来好运 那我收嫁了谢谢我明天有事先走了 哦对了这是我电话号码你可以打给我 好啊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喂喂外长 今天准备去上海的东西收拾好了吗 哦收好了 对开门重逢在小勇马 以后的山梦 总是入梦 思念能作家 又留在心底他已交叉 自己拍的镜头 像帮助的怀托 可太多春秋会不能相拥 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啊 存钱做手术啊 等我治好了眼睛 我就去星辰传媒应聘设计师 这是我的护身符 送给你 这是我电话号码 好啊 慢点 在心怀的镜头 想不出的怀托 可太多春秋会不能相拥 你为什么要开门花 恭喜你啊 守住很成功 太好了麦子 恭喜你啊 来叫我加镜子吧 星辰长眠 给我等着 终于又见面了 姑娘不要匆忙 你能这么帅吗 放慢你的脚步 这个项目你做我鼓励 不要不要 这声音好耳熟啊 麦子 你之前真的看不见啊 对啊 那你在网上写那个 经常找你买花的男生的故事 是真的 肯定是真的啊 好浪漫哦 他为什么后面不找你啊 我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吃我气了 必是瞒着也不是办法 还是快点跟到他们 总监不好意思啊 这个项目临时要调整 现在马上要召开会议了 五分钟后开会 我想能够潜入海底 温柔的气息 是抚平 你心口的原理 如果 时间万物 能跨越 能相爱 也能成全力 离开 我能 离开多远动一切 宝贝 有病啊 你谁啊 没错啊 黑T恤 哎呀 我做你男朋友 也不是不行 干嘛呢你 我是他男朋友 神奇病啊 自己男朋友都能认错 还真的病呢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不看人的吗 我 真是晦气 你拍什么呢 老师爷 别动 谢谢啊 你不记得我吗 我 该认识你吗 对不起啊 我得了短期记忆上市证 今天的事 明天就不记得了 哦 不是你看 我每天都会把重要的人 跟事物记在这个文字上 哦 你就是前天不小心被我 过水的那位先生啊 算你欠我的 还不赶紧记下来 哦 好 过水先生 见你勇为 对了 你建议我给你拍张照吗 我怕我以后用不得你 好吧 快张帅的 爱心一种在心里 自由的伸张 童话里的浪漫 需要用心去培养 你看 订阅过来一下 你等我一下 去完成温暖的想想 明天早上十点 在威廷门国见男朋友暗号 他会穿着黑地区 白色样什么 哼 让你泼我水 哦 你就是那天帮我抓色狼那位先生是吧 哦 对 那你干嘛说你是我男朋友 我跟他是朋友 你们分手了 昨天啊 你把跟他约会的事情记到本子上 他就摆起来了 没事 反正我明天也会忘记的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记下来 陈子维 陈子维 陈先生 可以帮我搬一下吗 你认识我了 认识啊 你是陈子维 帮我抓色狼 还被我泼了水 搬哪去 那边 今天陈先生帮我搬书 谢谢啊 要不我请你看电影 好啊 那明天下午六点 在书店门口等 嗯 好好休息 不要熬夜了 陈医生 有一种新型病毒在华南海鲜市场 没办法 现在三月那边召集我们过去 走吧 下午六点在书店门口等 我得了短期记忆上识证 我每天都会把重要的人跟事物 记在这个本子上 你建议我给你拍张照吗 我怕我以后怨不得你 搬哪去 要不我请你看电影 好啊 那明天下午六点在书店门口等 他怎么不见呢 新闻特别提醒 疫情期间 请大家戴口头罩 不要聚众聚会 陈先生 你把这个拿上 最近人多的地方你不要去 记得多洗手 好 那我先去放一下 好了 麦子 照顾好自己 陈医生 你怎么了 陈医生 我怎么哭了 我是忘了谁吗 不留在心底 他已交叉 在时代的天中 像冰秋的怀孔 可太多春秋 会不能相拥 红一道开漫花 却看见天边一点点变红 爱你为无影走 情侣里有翻涌 云长大口太难却从容 总有是吗 怎么像花蝶 那么有 我 分手 分就分 谁打我 你 小哥哥小姐姐感官互通了解一下 感官互通 感官互通 有意思 有意思 难道我吗 感官互通 怎么可能呢 我的猪猪 你能比做那么恶心的工作 你管我 驾 哎 妈一只 笑什么呢 开会了走吧 嗯 要开会是吧 我们呢今天是 啊 你没事吧 没事 找死了 嗯 有没有细续啊 这个例子呢是我们 那个裁判部长眼 他们出戒了还有十点七分的 等这位同事看完阿美会再开会吧 谢不善你给我等着 等着等着了 只敢在线上逼逼 有本事线下见一面啊见就见 好啊明天下午四点 就朋友的咖啡厅 waiting 行 我到了 你在哪呢 我没看到你啊 你好 请问谁要点什么 你好 请问你看到谢博生吗 安生 是一年间就去世了 哦 谢谢啊 怎么了 你现在哪里是什么时间 2021年7月啊 你问的真奇怪 我在2020 在我现在的时间 你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啊 反正这段时间你注意着点吧 我查一下怎么回事 好 你好 方便问一下 阿森是什么时候怎么去世的吗 嗯 8月2号 好像是自杀 记得很清楚 那天正好说去他家玩 结果去到他就 谢谢 你是8月2号出事的 是自杀 我自杀 怎么可能 不对 8月2号 我现在是7月29号 反正你想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得罪了什么人吧 把想到的任何可能性 都告诉我 好 不如你去我家查一下吧 那是我的房子 我爸妈应该不会卖的 嗯 好 密码是多少 你说什么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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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